好 继续来看到2024年的花莲太平洋杯运动舞蹈锦标赛 在花莲县立体育馆是盛大的登场 由花莲县长徐真卫亲自主持开幕典礼 而今年新增了12岁以下的组别 总计有76场的赛事 从全国各地云集而来的600名以上的好手 专业的舞者同场竞技 拼取积分来角逐国手的资格 新年许中卫代表花莲相信来自全国各地的选手裁判 以及每位选手背后指导教练和家长表达热烈欢迎 她表示花莲县政府尝试之力推广全运运动 感谢各体育协会以及民间社团在背后支持和推动 各种运动冠与花莲太平洋知名的太平洋杯 系列运动赛事今年已经迈入第四届了 赛事也结合在地文化特色 为花莲增添许多运动人才风采 这一次在世纪赛得到了 这个代表我们的冠军 我真的觉得这个实在是 根据了如此的多年 在世界的这个领域里面 国标舞的领域里面 我们终于在我们利益市场的推动之下 大放一场 这是给我们国标舞多么大的 多么大的 在这里我们更希望 今年在花莲第五届第六届第七届都能够来到花莲 大家都能够来到花莲比赛 希望花莲能够因为大家两月半越好 也希望大家能支持花莲 再次感谢大家也祝福大家 您的开心您的开心您的开心 今年赛事项目包括单人标准 男女族拉丁等等 总计有76场 参赛选手多达600多人 小到国小和育儿园小朋友们 各场市选手们直接进场对决 现场并没有超大荧幕 每场赛事结束之后 成绩即时即限 记得终于花莲不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